再关心的是基隆的东岸商场产权争利持续延烧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前一天的专访提及 预计这个星期会针对前市长林又昌 说他吸毒一事提告 隔了一天 林又昌今天出席嘉义县228纪念活动时 也回击指称 他没有直接说谢国良吸毒 他更警咬先前警方夜闯商场 要谢国良说清楚 对此基隆市府出面表示 并非市长谢国良下了命令 强调一切都依契约办事 基隆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前后任市长互批炮火激烈 日前内政部长林又昌这一句 更让基隆市长谢国良气愤喊告 民众看到都觉得说 这个谢国良市长是不是疯了 是喝醉酒了还是科药拉K 针对于他指控我吸毒的部分 我这个礼拜会完成地壮 谢国良27号接受媒体专访 喊告林又昌 事隔一天林又昌参加嘉义县228纪念活动时 炮火回击 很多民众看到了都觉得说谢市长是不是疯了 并不是我去指控他 2月1号这个警察去夜窗商场 这个背后是不是他下令 点交当晚 市长参与交通处的会议呢 也是为了了解这过程中的释法性 并非是外界所指控是市长下令 澄清不是市长下的令 基隆市府也强调和大日开发契约中止 大日开发和Net租约也会终止 可依照契约直接回收资产 也还原点交过程 1月31号下午先完成地下停车场 2月1号凌晨接续完成地上商场公共设施 并没有进入商家店面 双方继续隔空交货 东岸商场争议还是得由司法来定夺 记者才是韩基隆报道